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得奖的是 罗卓尧 花果飘零 谢谢各位 像画梦一样 因为今天感谢导演让我代表他到这里 帮他领奖 他现在在澳洲他没有过来 然后他跟我说 卓尼你放心吧 基本上我得奖的几率是零 因为他有一个宝座 就是最苦命导演的得主 他崇聚这个宝座已经二十年 所以他告诉我说放心吧你去 就欣赏今天晚上的表演 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所以感谢评审 因为你们把这部电影带到我们面前 带到台湾来 因为可能世界上只有澳洲跟台湾 有机会看他这个作品 他是香港的导演 他在香港拍着这部片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在香港看到这部电影 所以谢谢评审 谢谢金玛 然后我要带他把他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他过去好多次都提名 罗空 好像是人家对我说 你不够好 你要加倍努力 说真的 这跟我的创作很相似 每一次完成一部电影 自己都会觉得不够好 下一次要更加努力 但是画国飘零也是不例外 也是一样 当时导演他相信毛中山老师的一句话 世界有从愿无从 他鼓励我 一致下去 愿的是有一天 他的电影能够得到谭君一老师最后的一本书 就是《生命存在与心理警戒》写的里面最后一景 就是《天德流行的警戒》 那他就一生无恨 导演很感谢花国飘零的所有工作人员 和所有博道相助的朋友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哪一位每天跟他在一起 在厨房做饭的放令镜 最后要感谢金马掌的评审 把他踢住哪个宝座 让他坐上这一个宝座 他希望下一个 如果这么不幸有接班人的话 他不用待在那个宝座上 那么久便好了 谢谢各位 今晚 I don't care 酱特 smartphone